好 接下来关注的是中国方面的疫情 北京的疫情一直没有办法缓降 不断地让北京采取扩大管控的手段 北京市内的餐厅持续禁止内用 也出现了外送人力的紧张 临近北京的天津受到影响 天津18号通报了新增感染33例 为了不让京津交叉感染 因此现在要求京津的通行人员 进出北京必须拿出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那么大陆越来越严格的南北防控的手段 也让中小企业陷入了经营危机 采要上路 车子就发不动 赶紧找汽修师傅救急 上海金山区允许让私人车辆上路 但开放首日 状况连连 从3月28号到现在一直停走 今天想发动的话就点不起来了 毕竟车子闲置超过一个月 这也让汽车维修店一复工就忙翻了 18号上海新增感染数719例 官方村都是在隔离人群中筛检到的 社会面继续维持清零 其中金山区率先达成 所有商户负商负事 上海一步步迎接6月入息解封 但首都北京却陷入无法松绑防疫的噩梦中 现在不仅朝阳区升级管控 丰台区也被要求非必要不离区 全区居家办公 随着管控范围扩大 餐厅持续进内用 北京也出现外送运力紧张 现在的话每天每天单量都增加很多 电脑啊生活用品啊 还有就是说生鲜野类会比较多一些 根据外卖平台数据 北京五月前两个星期 涉及名声品外送订单 同比四月最高增幅达123.46% 外送平台也开始调派人手应急 每天出来这个跑弹的伤痛人不到2万个 这个每天会通过对他的这个阶段的补贴 协调运力资源 临近北京的天津也受影响 天津18号通报新增感染33例 为避免两地交叉感染 即日起北京天津两地通勤人员 进出北京时 施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大陆各地现在只有疫情一来 放控旧区炎 让没有庞大资金圈要的中小企业 苦不堪言 从前厅走到后厨 然后再从室内走到室外 它都没有人 然后一天就100多块钱 在四川成都这家网红餐厅 前段时间也配合疫情管控停内用 在几乎没收入下 差点就倒闭 最后靠着当地政府紧急推出的免租 减税优惠才勉强撑下来 那新一轮的疫情啊 对中小微企业的经济啊 带来了比较大的冲击 难以正常的生产经营 大陆工信部坦诚 中小企业正面临经营危机 要求各地加大纾困 至于疫情平稳后的香港 19号进一步放宽防疫 让停业许久的酒吧开业 但能重开的酒吧 也有要克服的困难 有些学者是出来说 有机会爆发递出波 所以前途来讲 前景来讲就比较未明朗 基于家人的反对 他们都不想再回来 许多员工已经转行 一时间酒吧人手不足 还有店内闲置许久的设施 例如酒柜游戏机等损坏 要重新添购 逃过了病毒威胁 接下来还有生存考验等着 TVBS新闻综合报道